I don't think s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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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think s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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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ever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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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na happen 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借法语学英语的第十五期 我们今天学这个词 这个词也是从法语借过来的 这个词在法语里呢 是个基本词 是个基本概念 就是大的意思 等于英语的large grand这个法语词进到英语去以后呢 它并不是代替large 而是去指这个large 这个贩子大概念下面的特质小概念 或者是large的隐身意 或者是比喻 很宏大的意思 我们做个比较啊 我们可以说large house 就是一个大房子 它就简简单单的表示这个房子 尺寸很大这个事实 但如果你说grand house呢 就是这个房子不光大 而且设计的很好 外观很美 很奢华 和很有价值 赋予了这个房子好的概念 再比如grand project grand呢就表示这个项目光是大 而且很重要 而且很重要很有意义 还可以用在固定的词组里 比如我们说grand piano 中文通常称为三角钢琴 Grand Duke 是一种爵位的名称 通常中文译称 大功 我们举个例子啊 All Hill Zack Matter CEO Mark Zuckerberg Wears T-shirt showing off grand ambitions 所有人都像Zack欢呼 Matter CEO Mark Zuckerberg 穿着显示他雄伟志向的T恤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